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今天虽然是晴朗炎热 那么明天也是晴朗炎热的天气 不过午后雷震雨的情况会变得 稍微比较明显一些 那么从云路上面也可以看到 目前其实在台湾南方 巴士海峡 台湾海峡南部一直到 菲律宾东方海面上 其实这边的水气量相对来说 是比较偏多一些 再加上高阳南边偏东风的影响 所以在台湾南部和东南部 其实相对来说水气量 稍微是比较多一些 会比较容易有些局部零星的短暂震雨 那么预计这样的天气 还会再持续几天 不过要留意的就是 大概从礼拜五开始 高压会比较明显的冬会 各地以后雷震雨的情况 会变得比较明显 那么一直到下个礼拜一 礼拜二高压才会再逐渐 往西边延伸过来我们台湾这附近 所以提醒大家外景地 还是有一些些的这个变化 但是要特别注意的 还是天气仍然相当的炎热 所以还是要多补充水分 跟注意防晒 那么在降雨的部分的话 最主要还是在山区 有一些午后的热度 最后发展起来的情况 另外就是刚刚有提醒过 南部东南部地区 有一些举步临行的短暂震雨 那么在这个未来四天 降雨区也可以比较明显看到的 主要降雨量会比较偏多的 是在山区的午后的热度里 还有临近山区的平地 那么最主要是中南部 要稍微的注意一下 目前看起来像是 相对降雨会比较多的这个地方 另外来看一下 在北部的温度趋势 低温大概在26到27度 中午高温 在未来一个礼拜 持续都有34到35度 比较闷热的这个天气 中部的话低温是26度 高温是33到34度 那么在我们南部的话 这个低温是27到28度 中午高温也有32到33度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 今天晚上各地的天气 大致上都还算是稳定 就我们的这个东北部 宜然跟花莲 有一些局部临行的短暂震雨 那么在明天白天的天气 大致上跟今天是很类似的 但是可以看到 都可以看到阳光的这个图示 但是也可以看到有这个闪电 可是代表说还是会 我获得一阵雨的情况 因为就是中午各地都还是比较偏炎热 所以都还是要多补充水分 所以最后几个重点提醒大家 第一个就是我们中北部 是比较气浪炎热 那么另外就是整个西班部 都要特别注意防晒 另外就是空气品质 因为是偏东风的影响 所以我们在西班部都是背风测 空气气流相对来说比较弱一些 所以扩散条件不算是太好 中午过后抽氧浓度 偶尔会稍微的比较偏高 南部跟东部的话 尤其是东南部要留意局部 零星的短暂阵雨 礼拜五开始 这个太平洋高压稍微往东拖一些 所以五后雷阵雨会有增加 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 我们来看详细的天气数据